大家好我是地方熊貓 今天熊貓要教學如何開局就可以捕捉某蠻象的方法 以及開局如何把金錢農到99萬 並且可以一級就取得25等的手槍以及無限彈藥 還有快速速刷帕魯金色石條的方法 影片開始前請幫熊貓點讚我已經快10萬訂閱 隨便在路上找一隻某蠻象最好是夜晚因為他在睡覺 只要會見火堆就可以暗殺某蠻象 火堆的材料是石根木材 因為某蠻象的模組比較大 我必須找到可以燒到他的角度 頭部顯然是不行他是假的 我稍微測試了一下蓋了終端機 火堆的範圍是否會變大 不能見火堆的地方就是無法建造 所以終端機不見也是可以 鼻子這邊是否可以燒到他呢 很好也是無法 腳步這裡總是可以了吧 腳步這裡總是可以了吧 看來還是無法 最後我在頭部這裡雖然看不到建造地點 但確實可以建造 很好某蠻象燒起來但他卻渾然不絕睡覺 接下來只要在他火化之前就能捕捉他 我發現隨著血量越來越少 捕捉機率正慢慢的上升 我今天要測試最爛的球捕捉率有多低 高級怕乳球先不要 高級怕乳球先不要 倒數第二種球種可以一級必殺 血量已經見底可以開始丟球 目前的球有158顆 捕捉率真的低 還不包含沒丟到的 最後我的球剩下118顆時終於抓到 總共花了40顆帕魯球才捕捉到 基本上在野外睡覺的帕魯都可以使用該方法 基本上在野外睡覺的帕魯都可以使用該方法 但初始營地的據點比較特殊 在該地點無法建造火堆 或許可以等到早上他醒過來時 蓋在他腳下試試 地圖魔王點位也是特殊地點 地圖魔王點位也是特殊地點 我無法用該方法來消弱血量 我無法用該方法來消弱血量 可以來這邊買賣一些稀有的帕魯 被動技能優秀的都可以考慮交易 相同的方法在他腳下建火堆 物體跟物體之間是無法重疊 但可以先蓋三個火堆來測量距離 必須把三個火堆完成 我建了四個火堆還是燒不到商人 這時候就要有一點小技巧把黑式商人移開 引開之後讓你有20秒的時間蓋火堆就行 跑到山頂讓黑式商人追上來 黑式商人攻擊時也會丟出一隻野生的帕魯 這個距離已經可以了 我們要跳下去蓋火堆 只要中間這個地方蓋了火堆 就一定可以燒到他 為了保險再蓋一個 他已經回來了我們可以離開遊戲 該方法我認為單人模式用就好了 重新登入後商人就會在火堆上面 這麼多的火堆燒一下是扣228 來看一下焦香之區要燒多久才入味 玩家的等級低也是能用該方法 但在多人伺服器我不曉得會有什麼問題 如果想使用的話你可能必須要跟伺服器組討論 對我來說就是要去燒多久才入味 請看我們去燒多久才入味 可以燒多久才入味 再燒多久才入味 這個肉已經5分熟了 看來要烤1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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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機率 目測大約90秒內可以好收 想要捕捉的話 可能要讓他的血量多一點 有很大的機會他會被火燒死 小貓用粉紅球抓他也才10%的機率 這次失誤被燒死 沒關係我先來測試傷人的帕魯是否可以取得 很硬喔 用突擊步槍才比較痛 黑壓影視40級是暗屬性的帕魯 黑色上人死掉後 只要重開遊戲就會復活 吃掉他能復活後就可以開始殺他賺錢 他會掉3到4萬元 而且還有3把黃金鑰匙 匪死啊 用該方法不到1小時就能有100萬 黑色上人一定要捕捉一隻起來 他的捕捉力不高 但抓到之後可以用他來洗磁條 在我美金財富自由的情況下可以來到該地點 該地點有3位商人可以購買武器和彈藥 這把槍需要25等才能製作 在材素自由的情況下可以把彈藥買滿 屬性弓跟其他東西也都可以隨便買 往前走到海邊 還能交易帕魯 而這邊也有別的NPC可以購買綠色帕魯球 在這個情況下物資跟帕魯球都已經自由 帕魯就算受傷和感冒也有其他要來治療 我在該遊戲裡面目前只發現兩位武器商人 第二個在東北方 有人知道這個洗腦藥有什麼用嗎 我還沒有使用過 不曉得正確的效果 該武器商人有賣等級21級的鳥槍 而且還有販售熱帶跟寒帶的裝甲 但如果你有發現其他的商人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想要無限洗金色的被動技能可以利用剛剛捕捉到的黑式商人 該商人只要放到據點處就能與他對話 而且也可以把不要的帕魯賣給他 這些帕魯如果身上沒有你想要的磁條 回到終端機再重新放置一次 雖然很花時間 但一定可以洗到你想要的磁條 而且現在玩家的金錢也無上限了 看到喜歡的帕魯就買 不要客氣啊 都是免錢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再見 哇 我洗到神樹草泥麻 就把所有人放在這裡